啊大家好今天我录制一段视频 我这段视频呢是对魏京生先生专门给魏京先生魏京生先生录一段视频 魏京生先生您可能已经看到我在您的facebook啊推特啊给您留的言 而且您可能已经看到了我啊放的我的一个这个facebook的主页 还有一个呃YouTube的那个视频主页 我现在这个视频就上存在那个主页上 我呢给您在那里头呢我已经详细的把我的情况都已经罗列在那里头了 啊您如果需要对我了解的话请您仔细的看我的视频 看我的facebook的主页上的各种文章介绍 啊我在这里呢啊首先伸出我的手 我希望与您魏京生先生合作 啊共同成立一个中国自由民主党 啊成立一个政党成立一个中国自由民主党 啊我这个政党呢主要是靠基金运作 我知道魏京生您自己成立了一个魏京生基金会 同时呢您您也看我这个新闻就知道了 叫共产党通过贩卖我啊 他挣下了贴文数字财富 这里头有一部分财产是我的 那么就说呢 我应该是一个有有应该有应该有一部分 有他这个财产的有一部分是我的 我应该在共产党里有我有一部分钱 那么说呢如果说共产党把这个钱 他要还给我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呃 政治上的运作资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如果他共产党不还给我的话呢 反正我也是遭受这个共产党这种政治打压和迫害 那我希望您魏京生先生能够依靠您的基金会跟我联系 呃能够资助我 咱们共同成立一个中国自由民主党 对吧 反正共产党欠我的钱 他早晚得还 我要的是美元 一分钱不能少 他必须原封原压还给我 另一个是呢 呃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确实也感觉到了 我觉得就说共产党 对于共产党毛冬属蛇 习近平也属蛇 我这个人呢 我不管你属蛇还是属什么 但让我农夫养蛇我不干 但是我也没有伤害你共产党 所以我在跟您魏京生先生说的情况下就说呢 我希望与您魏京生先生 您也是遭受了共产党惨悟人道迫害的 跟我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联手成立一个中国自由民主党 他共产党现在红二代不在海外成立了一个中国社会民主党吗 那我和您魏京生先生咱们联手成立一个中国自由民主党 红二代他在海外成立社会中国社会民主党 已经为他共产党准备了台阶 也就说别看习近平现在在台上闹得很凶 但实际上红二代他们已经准备好跳板了 那么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就是对我的钱就赖炸 魏京生先生您应该知道我这笔钱绝不是一笔小数目 我觉得以我的这个号召力 以我的这个情况 如果把真相公开的话 我支撑您魏京生 或者和与您合作联手 共同参与政治 或者我不参与政治 由您参与政治 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也就是说我可以参与政治我也可以不参与政治 但是我愿意和您成立一个中国自由民主党 我的参与我在这里很直截了大的跟您说清楚 我和您成立中国自由民主党 一我本身有我政治自己的观点 另一个是我本身有我自己的政治政治这个历史轨迹的特性 那么我肯定是以支持自由民主的 所以说我在政治观点上和您没有任何冲突 另一个就是我的资金在共产党那里 您呢也有基金会 如果说我们成立一个中国自由民主党的话呢 那么共产党既然拿着我的钱 这里头就可以通过多种运作 我们可以获得我们自己政治上的资金 以及我们政治上金钱的可靠保障 对吧 既然共产党如果不讲人意道德的话 我们也一样有办法维持我们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与壮大 我可以搞政治我也可以不搞政治 所以我对您魏京生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威胁和冲突 而对政治的我是非常了解的 所以魏京生先生我现在已经跟您说的非常清楚了 我希望您能够和我合作 抓住了千载南方的机会 您知道中国红二代已经在国外成立了中国社会民主党 他们实际上在给习近平习近平现在是仗前法 他在弥火人民群众 他的红二代已经在海外进行了准备 我希望您魏京生抓住这个机会 能够和我成立中国自由民主党 我们抢先一步抢占先机 好吗 因为我有一大笔钱在共产党那里 而您呢也有个基金会 我希望我们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您能够伸出援手帮助我 同时呢我们共同发展壮大 至于政治那是您的主意 我可以从政我也可以不从政 所以我希望您魏京生先生能够主动与我联系 我的电话联系方式已经给您这个放在网上了 您可以跟我联系也可以在我的Facebook上留言 甚至可以往我的推特上传您的视频 对吧 因为我觉得任何事情都需要相互团队的协作与帮助 我的政治观点呢 我在一开始跟您说的也说的非常清楚了 所以我期待着您魏京生先生能够给我回复 谢谢